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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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获奖图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大人 孩子或是老人 人人脸上都透露出轻松而幸福的笑容 而他们所留下的最直白真挚的感言 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大力丸给大家施肥所带来的改变 一切让种植者更加轻松自在 谢谢周主播 夏天是品尝东北早熟下黑葡萄的最佳时机 使用大力丸的葡萄配合其他有机肥 让葡萄不早摔 蓬大速度快 肥效更长 农户也十分满意 到了东北的另一个场景 使用了一次大力丸的红蹄葡萄 虽然还没转身 但是饱满的葡萄果粒 是不是看起来很有食欲呢 看看这大葡萄 这是红蹄 姐你这是用了几次啊 都用什么了 用一遍大力丸 两遍大力丸 两遍矮默菌 看看好不好 这是用了两遍 地上一号加盖米状 用了一次大力丸 缅甸是盛产稻米产区之一 使用大力丸的农户们表示 大力丸不但能让稻米健康成长 还当然减少稻米害虫和疾病问题 提高了稻谷的品质和产量 农户们十分满意大力丸的表现 马来西亚金箱商U&Earth Solution 和大力丸技术人员 回访了马六甲饭食流果园 来看看大力丸的效果 可见大力丸是枝叶茂密 果实大小均匀 我来听听看这位农户的说法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这边是哪里啊 这里是马六甲 布劳盖洞 这是马六甲 布劳盖洞的一个半石流园 这个是这里的园主 然后我想问你这里的果园 你的半石流果园有多大 接近三个阴摩 整个三个阴摩 然后用Greenfield的地是大概 大概是20多棵啦 20多棵 有20多棵树啊 我想问一下你用的就是这个12、12、20的肥料 对就是用这个 12、12、10的 这样一棵树你大概是下多少粒 15 15粒啊 每棵树都下15粒 对 那一个肥料 那你用了这个我们的12、12、20这个 Greenfield大力丸过后啊 你有觉得你的就是你有什么感想吗 在那里树的长势方面还是 嗯 肯定是比较好一点啦 比较起以前的 像是叶子 叶子啊 它的厚度 厚度也是比以前厚啊 叶子也是感觉比较轻一点 对 而且新的也是开始长啦 那种快化炸果也比较多 对对对 比较多 比较多 这样子有觉得用了那个这个 大力丸这个Greenfield过后啦 有没有更好的帮助你省下神工啦 比较省下你的时间之后 啊 那个会 会省到一点 呃 那个cost 对 平时你要多久 就是多久就要十一次肥 呃 如果是平时以前的话 应该是一个月要两次 一个月到两次 然后用大力丸可能就是三个月再一次 三个月再一次 然后你是上 呃 5月10号的时候才第一次测纹的 啊 对 5月10号才第一次 到现在 啊 是一个月之间 啊 就会看到有过同的效果 嗯 OK 这样那个 你会觉得这样在以后的时候 嗯 会不会继续再使用 会会会 不会扩长到 可能呃 会 呃 试用白五可 来试 嗯 再看它的效果 效果 对 小丸有大力 省工 省时 又省力 各位观众 今天的每周回顾 就到此为止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